Hello,大家好,我是阿廷迪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营业座本身呢 它是一个内心当中 它有一块非常情欲 对于感情这一块的需求度是非常强烈的部分 但是呢 它其实平时在生活当中 它就不太会去表现出这个部分来 往往是必须你去撩动它的时候 它才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应哦 所以跟营业座交往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在生活当中 营业座就是把你当成家具 可能跟你互动上面 讲话也不是很多 那平常回家可能他看他的平板 看他的电脑 他也不太跟你多说什么话的时候 你大概就要有一点点担忧 就是到底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发现啊 一样两个人在家里 可是他跟别人的互动就是有说有笑 跟你之间呢 就是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稍微需要担心的哦 而且当一个营业座开始不断的吩咐你 命令你去打扫家里 把你当成家里的那个清洁人员 家政夫家政夫的时候 这其实代表营业座其实有一点 把你当成像室友一样 或是像家人一样 因为营业座跟家人的相处是相当平时的 但是他不是表面上这么的刚硬的人 他其实在感情当中的时候 他会有非常柔情的一面 但这一面往往需要你去激发他 或是你把他给调出来 他才会出现哦 所以这个是你在跟营业座谈恋爱的时候 为什么你必须主动一点 因为当你把他当成家人 他就把你当成家具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形 而且有些营业座是会觉得 如果说你真的把一个营业座的另外一半 当成家具的话 他也希望是你常常会使用的家具 而不是你把它放在仓库里面 完全不用的家具好吗 他会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 你就是必须要跟他维持一个 感情上的一个互动 即便他不是主动的那个人 他都希望你可以更主动一点 营业座在感情当中 他只是比较被动 他不是不浪漫 他的浪漫是需要由你去引发出来 然后他就会有 他非常浪漫的那一面让你看到 有点像是你必须先投资 某一些东西进去之后 他才会有一些反应啦 如果说你把它当成家人看待的时候 你在互动相处上变得很平淡 朴实无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营业座的反应非常的枯燥 但是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 你就是常常跟他亲亲抱抱啊 或者是说呢 你还是会对他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 给他一些惊喜的时候 他给你的一个回报 跟他一些浪漫的回应 虽然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强烈 但是你会发现 他是爱你的 而且他其实有浪漫那一面的 甚至于他会有一些 很直接很大胆的一些表现 只是真的是需要你先动手 他才会有反应 其实有时候摩羯座的心态上 他会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态度 就是比如说他如果你结婚之后 他会觉得一个老公跟一个老婆 该是有什么样子 就是有什么样子 他就会走到一个所谓夫妇的心态 可是如果你们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好 那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应该是一个情人的互动关系 而不是夫妇之间 或是老夫老妻那种心态 请你不要误会摩羯座 只喜欢老夫老妻那种心态 不是摩羯座兵不是很喜欢老夫老妻那种心态 他会觉得那样很无聊 他还是会觉得那样很无聊 他还是希望他的感情当中 可以有更多的刺激跟快乐 可是有时候他在这一块 就是他不是浪漫的生物 但是他很需要别人给他浪漫 所以你会发现 你有投入 他就会有回报 你没有投入 他就不会有回报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你跟你的摩羯座的另外一半感情 你可以长久的话 我当然就是建议你就是尽可能的在生活当中维持一个相对主动 而且对他呢是有比较多的一些亲密行为 你要扮演一个渔夫的角色去钓鱼 你要无时无刻把他当成亲人 就算你们结婚之后 你也要这么做 因为这对摩羯座来说 他才会觉得说 哦 因为你还是这么的爱我 那他在心里的那一块 才会被点燃 那他对你的态度就会相对的更加的温柔跟浪漫 坦白说 我觉得你的投入是会有回报 除非这个摩羯座真的已经不爱你 如果说他还是很爱你的话 你投入的越多 他给你的反应其实是会越强烈的 而且你会看到 摩羯座内心其实有一个完全截然不同 非常浪漫 非常的温柔的一面 但这个部分是需要去激发的 所以你做这些行为 才有办法去激发他 这么浪漫跟温柔的这一面 也才会让你的感情呢 走得更顺 更甜蜜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甜蜜丝 我们下次见 拜拜